中天要在下周三 5月10號的下午4點 要中天審照的這個宣判 這是北高行要做二省的宣判 大家還記得嗎 2020年10月26號 有一個史無前例的聽證會 我們現在來帶大家回顧一下 老師等一下來幫我們講評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你需要 對不起 我們要把這個單位處理 那個舉行 那個 接下來請第四位經紀人 我要對現在的這個 好 那個 聲明意義會記錄 那我們請繼續建議人來報表 我聲明意義我要說明理由 聽證記錄才有好想 好 等一下 好不好 請你不要 擾亂 我們照我們的程序進行 我是擾亂 因為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我聲明意義的時候 要記載我聲明意義的理由 跟主持的 我等一下 我說這個單元 完成之後 可以嗎 我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要做個說明 建樹給那個 那是不是請下一位 下一位建定的說明 同時進行 進行陳述 現場方律師會有那麼多的意見 是因為方律師 是檢察官出身的 檢察官在立庭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說 武器對等原則 什麼叫做武器對等原則呢 今天你要指控我 登登登登登登 然後呢導致說我今天 執照不能嚴格的時候 這個是你的攻嘛 那我要去防守的話呢 至少我要知道你怎麼攻啊 那今天呢就像剛才 其實裡面有個很細節的畫面 是說呢 當場鑑定人的資料 他當場才送到那個 中間這個地方的手上 所以律師就非常警覺是說呢 我要記名筆錄 這個其實就是檢察官或律師的 那個直覺反應喔 就說表示說呢 這個東西我是現在才收到的 我根本來不及防禦嘛 我根本不知道你七位 鑑定人是到現場才知道是哪七位 七位的問題是什麼 我現在才知道 對 所以一般來講 以聽證來講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聽證報告 在這個聽證報告裡面的話呢 如果說相對人有一些意見的話 其實提早給相對人是好的啦 那如果說當然聽證 不是馬上做決定 所以說今天資料給他以後的話呢 其實後面還可以補撞啦 可是我也不曉得說 這個聽證完以後 還有沒有其他聽證 如果有的話 當然可以繼續延續 可是沒有的話呢 那沒有的話其實說 如果那個資料 除非是那個鑑定人 前一天講兩天給你啦 給那個大會的話 那大會可能也沒辦法 可是如果說呢 你早就拿到後在手上的話 其實給相對人辯明的機會 其實會讓整個事情更加釐清嘛 是 好 那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在編打訴訟過程當中 才知道是慢慢揭露一些狀況 包括評分表 我們第一次發現 原來評分表是11月才更動的 剛剛聽證會是10月26號 這個展開的 那現在這個我們還特別調出 那一年11月11號才有評分表出來 那包括了有40分的占比 跟60分的占比 這看起來是很正常 剛剛講的營運執行報告 跟評鑑結果的部分 這邊佔了40分 那就有五大項 其中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配分標準 原本我這個旁邊 袁澤斌寫的8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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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原來的配比 但是在11月就已經調整成 已經公佈成說 是8分20分4分4分 那第二大項 內部控管機制跟自律組織運作 包括考量因素節目評管啦 編審人員編制 還有運作機制的安排 還有內部自律組織編制 以及是否維護節目直播品質 各類型節目能否符合 相關法令規範 影響觀眾收視聽權益等等 那大家再看 在60分的配比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申請書籍換照的 營運計畫60分 那這邊配分 後來就紅框是更動為 二五十五十五五 那原本的分數是我藍筆寫著 這個二四分十二分十二分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五大項的審查項目 第二項這邊 它也提高了分數叫做 內部控管機制 及內容編審制度 也是節目評管編審人員編制 還有運作機制的安排 內部自律人員 然後包括第一項 也被拉高分數了 第一項就是市場定位和頻道規劃 那考量是否落實頻道經營理念 和定位節目設計安排 是否符合目標觀眾需求 還有節目編排 還有是否有助提升 我國電視節目的品質等等 這兩個配比是變高的 那以至於呢 拉高的配分比 但是呢被打低了項目 打低了分數 所以整個總分是下降的 那這個分數如果配分要更動 是不是應該要事先提醒 當事單位 好譬如中天 並且要把它講出來 為什麼你要這樣更動 那如果我們知道配分不是這樣 那這樣子這是一個公平的機制嗎 我用一個體育的賽事 來去做說明啊 那各位想像一下 你能想像說一個比賽 今天打到了第四節 打到第四節可能最後關鍵三分鐘的時候呢 突然裁判把規則改了 說呢我們以後那個 犯規的話呢 不是五犯畢業是六犯畢業 或者是四犯畢業 那這樣的話 其實你會對參與球賽的人來說 覺得是莫名其妙 同理今天你的配分的標準資料 當然這個地方是主管機關 他可以決定的這個OK嘛 可是呢 今天既然是一整年的年末 開始要去 要去評斷說呢 你以前的表現怎麼樣 來去決定我日後參考的話 你這個標準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 就讓我知道嘛 那在這個執照的過程中 我才得以 得以適從的是說呢 我什麼事情要強化 什麼事情不該做嘛 如果說呢 到達最後關鍵的時候 11月12月 就是已經開始在決定 要不要換照的那個關鍵時刻 你才跟我說呢 這個平穩標準 我們在跟動的話呢 其實就好像我剛才 舉的一例一樣說 比賽打到第四節 最後三分鐘 你才在改籃球規則 我想這個是任何球迷 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啦 是 我要特別講一個 鳳凰案的故事就是說 因為這個發生在 我們台南的遠東科技大學 2019年2月當天其實是 韓市長 侯市長 跟盧市長三位在那個地方嘛 面紙 禿紙 漢紙 合體 對 然後剛才那個雲呢 就有一個樣子出來了 所以說就 你有看到 有有有 我不是在現場我有看照片 所以終於不是空穴來風啊 就有那個照片 那所以說就是說 而且那一天的新聞處理 旁邊就有一個說 這個東西是民俗什麼什麼 北高行的根理省 就非常細誠的體察是說呢 因為他有一個諮詢會議 中天報導三市長合體 民俗觀點出現 鳳凰雲展翅 NCC依違反事實查證和公穴良俗 開法四十萬元 北高行審理發現 NCC諮詢會議 共有十六名委員出席 其中九人建議發函改進 三人建議不予處理 等同有十二人認定中天沒違法 但NCC大委員會審議時 沒有就諮詢會議的建議進行討論 也沒有說明 不採多數委員意見的理由 只截取四名認定中天違法的委員 少數意見 公益省改判中天勝訴 那其他台這樣報導 NCC就是沒開罰 在這個十六個人裡面的話 有九個人認為說 這個發函提醒一下就好了 三個人認為說 這個案子不用處理 所以加起來 我們講的九加三等於十二 是十六分之十二嘛 好 今天委員會報上來 給大會的資料 你大會要不要參採 其實在法律上來講 因為它是諮詢會議 大會其實可以不參採 問題是當你今天要推翻 多數的時候你要縮離 那今天是說如果說你不縮離 就直接說 因為我們會議多數的委員 認為說這個要罰我們就罰了 那這個狀況的話呢 就很吊詭是說呢 那你到底 大委員會多數的你不服從 多數的決議你不服從 那少數的 那到底委員會議的公元是幹嘛呢 甚至當然 如果說成就NCC的相關法律來看的話 其實根本沒有那個委員會的設置 他可以不用設那個委員會 真的 在本案為什麼北高行就直接把 那個事實案撤掉 就是說你自己成立的委員會 叫你說這個案子不處理 你又要處理 那你又不給理由 那當然說不過去嘛 是 所以我們剛才回到是說 那到底現在是誰的內空機制出問題 OK嗎 對 大家應該很聽得出來 老師的意思 對 就是說基本上說 還是回到那個東西說 你到底是不信 等於是你不相信 你自己的諮詢委員會嘛 那既然你不相信諮詢委員會的話 請問我們現在所有裁罰 這個機制還要不要繼續走下去呢 對啊 因為所有在決定說 你今天這一些的廣告或節目 要不要裁罰 都是先由小會決定再送大會嘛 那理論上如果說 你是尊重這個諮詢會的話 你就要聽從他的意見去做嘛 那你今天這個案子 你不聽從的話 你總是要說理啊 對 所以我們甚至在講說 你不可以只有結論沒有推論嘛 對 尤其是在推翻 這個多數意見的時候 你要有推論啊 他沒有啊 那你推論沒有交代的話 當然北高雄就會這麼處理啦 跑過現場都知道說 一個新聞事件發生 ABCD的各家都在嘛 那其實縱使你每一家的立場 可能有點不一樣 可是有些事實就是事實 不會有太多的偏頗嘛 但是今天如果說到後面 就像剛才這個表格的一個整理 是說到最後的評價的話呢 同樣一個事實 同樣類似的報導 一間的話呢 下次檢討改進去 一間的話呢 罰你百萬 那這樣的話 其實在法律上 它就是一個違反平等原則的 一個例子了嘛 對 所以基本上 因為個案歸個案 但是如果說把個案串起來 變通案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察覺到說 其實好像是有點不一致的 邏輯不一致啦 就雙標嘛 你也算是你 製造了 你也算是你 這麼多的事實